彩亮眼睛看神剧 大家好我是小Q 现在我们瞅瞅这个孙悟空被珠来镇压的五指山下 由于太无聊变身出分身整天斗地主的七八神剧 打天鹏 如果有一天呢 身为天鹏元帅的你被二郎神陷害不仅法力没了 还被贬下凡间 你的心里是个啥滋味呢 这个天鹏啊 捉拿孙悟空失败 面都挂不住啊 却找人畅而落壳 二郎神心生妒忌 挑拨玉地对其处罚 来到人间之后啊 本想娶妻生子度过此生 谁知二郎神找上门 却在危机时刻才能孙悟空口中得知 妻子是自己的九尺钉耙所化 那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天鹏又是如何冲为法力灭了二郎神 那我们一起往下看 话说也不知道啥时候 一小哥前往京城路过一个名为高家庄的地方啊 你说这大神高的找个路跟上抗神能不及吗 恰好一个小孩蹦得出来 书生上去奔路啊 树下哥们一回眸 那你把瞎子撒牙子就跑 嗷嗷的跟母猪成精了似的啊 那人小孩不愿意 你二扯啊 祖爷爷啊 这二锅头整一湖吧 鬼老王子刚一趟的 这人神猪脸的哥们儿正是天鹏 小孩说祖爷爷啊 你再跟我说的 说到五百年前 你跟姑奶奶相邀出魔的勾当呗 这个天鹏听后说 行 俺老猪跟你说到做到 此事还要回到五百年前呢 这一天这个孙悟空不知抽插风 要灭了天庭 几个龙涛飞要去显问几下 可你这脸都没落 再嘚瑟能嘚瑟几分钟吗 一个个儿打 那孩子都省了 那玉地面子挂不住 召唤出了天鹏猿 说到二郎神做了个cp 前驱之福 趁着孙悟空正跟这个 哪吒纠缠时 二郎神一的 哟哟哟哟的甩扶住 随后起身与这妖猴比划 那人导演跟孙悟空掰过把 二郎神能有啥能耐 一棒都被甩着马拉牙子上来 那天鹏不得一件响戏吗 双方打的是天翻地覆 地动善养的 这一激动 钉爬了不幸被打飞 导致分神反被踹了一脚 落地之后 二人紧紧盯着对方 散发转了 灭人的狗粮味 这孙悟空跳入空中 准备灭了之后 突然一道金光将他困住 此人正是竹来 张口就说 阿弥陀佛 大胆妖猴 气欧的唱广 老那冲马其中 你来抢戏 说完一把抓住他 那孙悟空再得瑶 也得瑶不过竹来 咋着呢 也无法逃出 竹来也不怪了 将这妖猴扔入人间 镇压的五指山下 随后说到 天鹏元帅 天有天道 英国有命 你去谨记于心 双灭其人离去 而那丁盘 也落入了人间 具体在哪 咱就不知道了 此打这个妖猴镇压之后 仙女一个个叫唤了 二男神压得不行 要不是咱家天鹏小哥哥相救 他指定回娘带冲造了 真夸 这个长哥先子 包着拖的溜达过来了 把你天鹏乐坏了 一旁的二男神 气得是浑身难受 唱哥说 天鹏欧巴 玉帝低过半天 不知道说的是啥 眼看天鹏到了 玉帝说 真命你前往五指山 斩杀妖猴 以绝后患 天鹏说道 陈乃立下先班令 必然妖猴于世 玉帝说 听说你九尺钉耙丢失 此钉耙是朕当年中地用的 如今赏赐给你 用完记得归还于我 到了夜晚 长额给天鹏一个手帕 说人家怕你忘了我 你下班又怪怪的 我在家背了点腰的 哥哥开拳 把人家在天鹏院 是集团还都要省了 说长额 你就等我回来 咱可劲儿揍 人家这头 几个中央室埋藏此地 中间叫宝儿的妹的 陶长图指说 传闻千年妖龙 每天都从此地路过 五花高价在赏金集市 买了上古中央镇 只要将他抓了 咱回头卖了鹿串吃 这闹上眼前叫金子的小哥 大喊有妖气 说完妖龙果真 从沙里窜了出来 众人四处散开 下场捉妖镜 晃悠半天的大镇 阿宝儿的气得是差点怀孕 而那人呢 正是来到凡间的天鹏远顺 众人问你样的啥鸟人 天鹏刚又自我介绍 宝儿一把呢甩了上去 你奶奶的老娘抓个小 你餐喝个什么玩意 我这真的醉不来 你知道老娘花多少钱买的吧 天鹏以为这娘们喝多了 懒得搭了一转人就走 谁知剩下三个将他堵住 宝儿露气秀的开口骂道 看那有蒙有样 不把咱当人物是吧 可就在这时 妖龙没曾眼又回来了 天鹏一把甩给他 对着妖龙就是一拳 这结果眼儿呢 只应丧牙的跑 可这宝儿还张张的 就他你 凡间龙再得他 也比不过天上的 这天鹏一个钉耙 轻松制服的千金妖龙 随后落到地面上 顺便换了身衣服 等宝儿回来救场时 看到这场面 吓得是不敢吭声 土地蹦了出来连忙招呼 不知元帅招呼小千有何吩咐 此话一出 几个重要时代 这天鹏这是神仙 我去天鹏问五指山如何走 土地说小臣不知 心里很 五指山是如来所知 八成仙家看不到我 一旁那宝儿不知道脑蛙 琢磨啥呢 眼看药走通常就说 哎老娘知道 只要跟我走避着五指山 六指山他都知道 这话把天鹏给听蒙了 你这扯挺像一样 何就跟着去得了呗 可他却不知道啊 宝儿就是在忽悠 想利用他帮忙捉拿 一咬兽拿到赏金吉 这换钱银鸟 而那一咬兽啊 就是眼前这个蛮人 刚要吃了这猪仔时啊 宝儿几人抄着过碗瓢盆 就抢戏起来 人妖兽不要面的吗 今天在拿着锤子张着玩命 可下一秒就被怼成了 巧儿马逼这 剩下三人见状撒个牙子 就跑把天鹏看蒙了 你们在这玩呢 可一不留神 自己反被抓到了一边 宝儿则整个瓜子 在这臭之波啊 天鹏面都挂不住 一个定爬将这货甩飞了 属性的猪仔也脚硬倒多 宝儿怕的有危险 不顾同伴阻拦 将这个小猪暴走 天鹏也一个必杀产 处了这个妖兽 眼看整地一层的几个王八毒 能不出来抢戏吗 这个宝儿掏着个球出来 将这个一脚兽收了进去 也不知道编剧 是不是神经宝贝看毒了 他一路颠簸着这个天鹏 吴志山到底怎么走啊 宝儿开始扯了 过了这阵往前走 我去问问路 你们等我会就行 一旁心的说 这不是赏金吉士吗 这话让天鹏察觉了一场 来到几次之后 宝儿将收复的妖兽 对换成的银两 打入牌中可刚要离开 扭头发现了天鹏 一把枪他拽到了一旁 看这个架子 就起怀孕了 那你压着回我帮你 这猪要赚钱是不是 宝儿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突然一个大妈说 我害得被蜘蛛精抓了 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其这中的重要是说 那蜘蛛太过强大 我们也没法玩 宝儿说 只要你帮这个大妈 我就带你去物质山 我保证最后一次 你这话都说了 只有答应下来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指定是这个蜘蛛精老巢 天鹏来到其中一间房 不是瞅了瞅 四周和那个老妹 说麻溜现行吧 等会也整容的是吧 把这蜘蛛精气化身成了本体 天鹏一爬的砍断他一条腿 突然宝儿察觉到危险 起身挡住了蜘蛛精的毒液 可在操作把自己给整匀了 眼看嘚嘚张天了 一棒的将他击倒在地 随后加了个辅助 成功解决掉 一夜治疗之后 宝儿算是醒的 今天说你可算起来了 天鹏在救治你时 听到你说根本不知道 吴尔山在哪 等我起床之后 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我看不出咱面馆这事的 反正他是神仙也用不到咱 你说这些天又是治病 又是强妖的 突然这么一走 宝儿心里是既难过 又过一步去 摆明着动情了 这两天早上 他来到一个名为万事无人的地方 说咱知道你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报仇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 万事通说 我想要你脚上红线 他说你看不见 那是月老给你寄的 我若取走 你的姻缘只会有因无果 你靠想清楚老妹 反而笑了心都给人了 要这线头子有个球用 这次今年冲了进去 想拉的回去 还是完了一步 红线已经被抽出 只见水晶球闪烁着 硬线出了天棚 而天棚这边 也出现在了五指山的位置 和解指定预地来帮我 原来藏在山石之后 吴尔山中断 这个宋空 这牙的不知道是金毛久了 还是空虚久了 变成九猴子 这都让地主了 我想问问 这哪家编剧写的 可这嘎子耍猴子呢 一会儿顺的 一会儿三代二十正打着呢 这天棚找了进来 一瞅还有心思打牌 张张的单挑 那宋空不耐反了 一个起人与他对峙 这一机动将是天棚击飞 随机召唤出了一个金箍棒 你说人家的超家伙了 自己指引内的换装备 那宋空不要面子吗 二人左手 又是一个蛮东斗子晃悟了 可这五指山外 宝尔等人也找了过来 进入洞中 发现天棚已经倒地不起 突然宋空察觉到了什么 此时的天棚心灰一冷 变得更是挂不住 不顾众人安慰 独自反过了天庭 玉帝得知占我之后说道 你曾立下先般令 但我念你是忽悠天庭有功啊 就相公抵过德了啊 喝蛋烂醉的天棚 找到昌额说 我自己让你失望了 但我对你的感情依旧在野 这手帕我一直留着 谁知昌额死活不承认 那天棚不愿意 你二人忽悠我咋的啊 争论中被二人神瞅到 告知给了玉帝 把他气得这浑身难受 在天庭调气 仙子不把我当人物了是吧 这袁帅你也别当了 收尾法律滚回房间待着吧 把这二人神给得坏了啊 要啥啥没有的天棚 在人间沦落成了乞丐 一同和纳闷的哥们 你这不像乞丐 是不是没钱整身折折 我跟你说啊 东边有个五指山 那里有个腰活老牛逼的 你把他抓了 指定发达财 不过有个周遥师 捉三年都没成功 那天棚不单定了 问那个周遥师是哪个 起来说 一个老门带头猪 但这不是别的 正是个宝儿 三年来 每天找这个孙孔比划 人孙孔也不想杀他 正好用来姐妹陪他玩 此时天棚赶到洞口 人孙孔给你闹的吗 这一眼臭的了 最后把他吓着擦腿就跑 那宝儿能愿意吗 留下这种人的钱去开追 连拉带扯的 将他带了一所客栈之龙 得知他沦为普通人之后 不但不嫌疑 还找我马流池 可天棚不想连接宝儿 要找人的孙孔 你是打不过的 宝儿说 你可以啊 我一直为你找他做点 没想到被他给当猴耍耍了 正唠儿呢 你小儿都按着油闷猪上桌了 问我的猪呢 天棚说 这就是拿他瞬间到火了 你走后三年之内 都是他陪我 你知道他有多重要吗 一气之下独自跑了出去 天棚又岂能不知 只是自己不想连累他罢了 事后今年找了上来 忍头说到宝儿不让我来 但我还是要说 他每天想着怎么帮你打败孙孔 让你回到天天有面子 他身上有伤 现在还的物质山 你知道吗 天棚立即起身 大妈的傻瓜 一个凡人去找神仙麻烦 说完立即来到物质山 直接送空拿出金箍棒 把大伙加坏了 好在天棚站在前面 可俩凡人之躯能够傻 用我被甩到了沙漠这种 好的面还大事 连滚带爬的 赞发出了迷人的狗粮味 也不知道你喊了谁呢 那天棚说 你听我几句 咱别打了 那毒咱打不过 宝儿不愿意了 你以前不都打平手了吗 这话咋穿上来 拖地笑了笑说 刚才在下边听到你们老壳 自古以来 神器天将必有异象 二十年前 西方曾落下一道金光 方被离高家庄不远 宝儿不耐力了 我就是那会被金莲家收留的 说完几人组团来到了高家庄 进到家之后 金莲们 我说爹呀 二十年前三村有啥异象吗 他爹听好老脸一拉 滚头的老了 在这四十年也没见过啥异象 眼看问不出 结果二十人合计 找到这个村长叹的消息 然后之后 村长说 我看是你想找丁耙 要先找妖兽的才行 村里人都不敢说 你也别乱问了 到了夜晚 金莲将天鹏带到宝儿房间 发现桌上有封信 说自己去找妖兽 替我照顾好天鹏 这金莲说 他之前把姻缘先给万事通 才获得五指山地点 现在又去找丁耙 他为了你真的是倾尽全力了 天鹏不敢相信 原来当初并不是御敌帮忙 而村长家中的大家商议 咱只能这么骗了 突然天鹏泡面而住 看了看大伙知道 我都听到了 你肯定知道丁耙 你告诉我吧 村长有一片个处 都是因为你宝儿才会有危险 那丁耙落地之后 旁边有个丫头奔下征了 可实在不忍心 于是带来收养 让大家一起保守秘密 天鹏找到孙悟空 说你有火眼金睛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孙悟空说 他手上的疤痕 就是咱们大战一流的 他和丁耙只能选一个 呆得你自己看着办吧 村里这边 宝儿不愿意了 村长你压得忽悠我 天鹏拉着他 说不重要了 我想留在房间 娶你过门 勇士在一起 你这话都说了 人宝儿人不愿意吗 而天上这头人呢 二郎神从太白口中得知 天鹏元神还没散心 眼看这样下去 继承元帅之威够呛了 准备亲手动手杀死天鹏 夜晚二人正举行婚礼时案 突然狂风死起 一个黑人刷了一下 像二胖击杀 随后拉着天鹏甩到了外边 这个宝儿冲出来 看到自己男人 这得天只能玩命啊 可夏淼就被对一边去了 天鹏起身走路过去 说我已经是烦人 为何还不放过 二郎神不愿意了 只要你活着 我就无法升官花财 你心里没输吗 五指山内 宋空察觉到的情况 只见丁爬自己飞了出去 打住了二郎神的攻击 可夏淼 宝儿就倒了下去 身上元神也开始散去 他对天鹏说道 我其实都知道了 原来早上试穿婚纱时 意外听到七年父母说到此事 宋空说 丁爬是你的命 一旦取出你就会死 天象突变 更好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 天鹏哭丧着 我只爱你一个 现在我把自己变成猪头 从此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看着消失的宝儿 天鹏仰天怒吼 如今神力恢复 猪八戒散发出怒气 眼看元神归位 二郎神撒压了就跑 那只能注意下去 二人在天上打的是如火猪头 人天鹏是主角 你配角只能是敌不过 分分钟打的孩子都要生了 这天鹏走上台阶 回想着一切 刚要杀了他是 不料如来出面阻拦 说你已经回归神位 过后他突然看到了宝儿 小孩说 祖爷爷那是高翠莲 你他老记错呢 与此同时 唐僧带着孙悟空 恰好路过此地 天鹏得知出面迎接 看了看二人之后 说佛祖让我等你们 求师父收我为徒 他们说既是佛祖旨意 必有因果 从你往后 你法号八戒 颠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简单聊聊 西游记大伙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小 各个外面层出不穷 最为知晓的 还是86年版的西游记了 不然人都知道 影迷的风格 人物设定上 也透支对星妮的致敬 拍摄场地 也放在了 镇北宝的西部影视城 甚至新加入全新的人物宝儿 而他也起到了贯穿 整部电影的作用 如果说 大话戏友讲述的是 至尊宝儿与紫霞的故事 那么大天鹏 则是讲了天鹏与宝儿的故事 天鹏元帅 天庭第一美男 这是之前戏友记原著 对天鹏被贬人间钱的总结 纵观咱们主角 长得也属实不赖 把这些女蜜够呛 对于这个剧作要求 本篇在尊重援助的同时 又融入了不同的公司 尤其加入宝儿这个角色 敢爱敢恨 对爱痴狂 现实中还真不多见 除此之外 剧中还加入了 赏金集市这个奇怪的元素 但正是有了他的铺垫 又使得故事更加合理了 比如宝儿用音源线 换五指山的地点啥的 这被后来宝儿 揭示孙悟空 变成丁耙 做了前期工作 以往影片都以孙悟空为远行 孙悟空敢敢恨 敢于斗争的性格 也为人喜欢 这就很容易让人忽略了 对我中的其他人物 好歹 咱二十兄 这位能写完两下的 都咱也不说啥了 如果有一天 听不怕和宝儿 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谁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 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期望的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